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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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之主的名字当时是怎么想的 想要取这样一个名字的 你看这个香港的别称就是东方之主 多么美丽多么漂亮 多么迷人多么有魅力 如果我们的这个游船能够 用这个名字的话 那不是就使得我们这家旅游名片能够更具魅力了 其实早在2021年 我们就已经开始筹划 这个香港后疫情时代怎么样恢复旅游业 所以从2021年开始 我们就投入了东方之珠这首游团 还有香港水上迪士 就投入到了维港油 以及香港水上迪士航线 开发这个旅游产品 从我们维港油的乘坐力 这方面就可以得到了东奔的体验 证明了来港的离客是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们CKS在香港今年应该是61年 现在整个大湾区的融合 也是一个大趋势 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为了实现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我们投入资源对航线进行一个开发 比如说从广州到香港这边的爬州码头 口岸的开通 我们也是专门开通了 从中阳城到深圳机场的这么一条航线 我们在大湾区布局了20多个港口码头 连接香港这边的特货印的航线 那么这些业务的开展 主要是满足助力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提供服务 另外一个也是为公港民生物资 提供服务的一个技术实施 CTS作为一家驻港的中资企业 会有哪些和传统的航运企业 不一样的有时的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 主张团务呢 扎港香港60年 服务香港也是超过了60年了 各项业务的这个发展也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 那么市民支持了我们政府关心我们使得我们企业成长 我们也有责任要反馈给社会 要回报社会 将这个航运中心定位为伍 香港的这个发展战链 确实跟我们的这个从事的这个行业呢 也是密切相关 我们主张团务呢 在这个航运这个市场里面 有我们独特的这个优势 我们也会呢 这个发挥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场 组织更多的这个业务 融入到香港发展航运中心的这个事业中来 香港通关之后呢 本地旅游业迎来了快速复苏 维多利亚两岸再次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当夜幕降临 华灯初上之时 很多市民和游客会发现 在维港的中央呢 出现了一艘造型别致的观光游船 它经常会穿梭在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天际现象 为船上的游客提供了另一种体验维港风情的视角 我们今天去对话一位航运领域的企业家 从他的讲述中就了解一家航运企业如何助推香港打造国际航运中心的故事 好 你好 刘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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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又见面了 那我们先去商船吧 好嘞 请 我就跟你走了 好好好 这是目前维港上最豪华最高端的游船东方蜘蛛 开始了西洋的感觉 哇 好美啊 我其实我是第二次上这艘船了 感谢 感谢 非常勇气 第一次上的时候我记得是夜景那一场 西洋那一场 东方蜘蛛这个名字当时是怎么想到取这样一个名字的 东方蜘蛛你看这个香港的别称就是东方蜘蛛啊 多么美丽多么漂亮多么迷人啊多么有魅力啊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游船能够用这个名字的话 那不是就使得我们这家这个旅游名片能够更激魅力了 那为了迎接疫情后的这个旅游业市场的复苏 我想请教一下珠江船物是找到了哪些新的赛道 或者说哪些新的行业的切入点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取得了 应该是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 其实呢就是在早在2021年呢 我们就已经开始筹划这个香港后疫情时代 怎么样恢复旅游业 所以呢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投入了 东方蜘蛛这艘游船 还有呢香港水上迪士 就投入到了维港游 以及香港水上迪士航线开发这个旅游产品 还有呢这个海岛游 包括啊梅窝啊 这个长洲啊 档澳啊 这个东龙洲啊 这些航线呢也就相继开辟出来了 那么通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呢 这个为旅客呢 这个提供了比较高品质的这名主持服务 这因为景色很美 航线试制比较合理 因此呢也受到了这个市民的热捧 通关半年来的应该说呢 这个香港的旅游市场呢是越来越旺的 从我们这个维港游的这个乘坐力这方面就可以得到了这个中分的这个这个检验 这个上座力是节节攀升 也就证明了这个来港的旅客是越来越多了 比如新开一些航线的话 您平时就是周末啊或没什么事 您会自己去背个包就像一个乘客一样去体验吗 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功课 因为每一条每开辟一条新的这个航线 首先自己要先去勘察 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然后呢我们力求呢将所有的细节都能考虑到 让旅客呢有个更好的乘坐的体验 所以每一条航线开通之前 我都会组织我们的这个团队 先到这些航线里面呢先去勘察 然后呢进行一个认真细致的筹备 调节成熟了我们再向市场推出 就叫彩线嘛对吧 你是事先体验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条线 让您的这个印象特别深了 这些线路呢我觉得呢 这个大澳那条航线特别有特色 您去到大澳之后啊 你就能够体验到 当年这个香港拍了很多电影的 这个很多的场景 就是在大澳里面能够呈现 它那个是非常有特色的水箱特色 这个是在香港 就从那边可以了解香港的历练 因为我们CKS在香港已经今年应该是61年了 那现在整个这个大湾区的融合也是一个大趋势 也是一个必然趋势 那在这方面CKS又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布局 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也是紧跟香港发展的这个步伐 也紧跟大湾区发展的这个步伐 说近年呢我们也在布局大湾区里面的 互联互通的一些基础事实的建设 为了实现这个大湾区的互联互通 我们这个投入这个资源 对这个航线进行一个开发 另外一个呢 这个我们也结合这个市场发展的需要 不断地去开闭一些新的一个航线 比如说从广州到香港这边的 爬州码头口岸的这个开通 就是我们固点的一个新的事实 我们的这个也是专门这个开通了 从中港城到深圳机场的这么一条航线 也就是专门为香港市民 提供更好乘坐服务的一个选择吧 那下一步呢 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需求 以及客源的这个增加的这个情况呢 不断地加密 作为驻港的中资企业 在推动区域资源整合 服务中心定位方面 体质优势是否能够转换成发展优势 主张船务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 主张船务呢 是充分发挥港航自应的优势 我们呢在大湾基布局了 20多个这个港口码头 这个连接香港这边的 这个客户印的这个航线 香港我们的这个有存门码头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油麻地 蝴蝶湾 酒醉湾这边呢 还有14个政府公共码头 那么这些这个业务的这个开展 主要是满足这个驻立香港 这个国际航运中心的这么一个地位 是提供服务 另外一个呢 也是为这个公港民生物资呢 提供服务的一个基础试试 作为一家驻港的中资企业 会有哪一些和传统的航运企业 不一样的优势 然后承担了一些 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呢 主张船务呢 扎港香港60年 服务香港也是超过了60年了 各项业务的这个发展 也是跟民生息息相关的 那么是市民支持了我们 政府关心我们 使得我们企业成长 我们也有责任 要反馈给社会 要回报社会 所以呢 当香港有需要的时候 类似去年的这个 这个严港抗议的时候 我们是义不容辞的 这个投入到这个 严港抗议的工作当中 利用我们中央传务的 港行资源的这么一个 独特的这个优势 运送相关的物资啊 运送这个 这个严港抗议的这个 建设的材料啊 也带动了香港本地的就业 为香港市会提供了 广泛多样的就业机会 租江船物作为一家 多元化的航运企业 经过60多年的发展 见证了香港这座 国际金融中心的腾飞 在新时代下 粤港澳大湾区 一带一路倡议等 国家和地区战略 又赋予了 租江船物发展 更多的空间和可能 让水上经济的概念 不断丰富和拓展 香港要继续打造成为 这个国际航运中心 那CKS在这个中心 在这个平台上面是 担当了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将这个航运中心 定位为香港的 这个发展战链 确实跟我们的 这个从事的这个行业 也是密切相关 我们租江船物呢 在这个航运这个市场里面 有我们独特的这个优势 经过了数十年的 深耕和探索啊 中央船物呢 对香港城市建设发展 具有深厚的情怀 我们在珠三角 有庞大的这个物流的网络 有这个庞大的客运网络 所以这些网络 以及我们有这个 比较大规模的仓储业务群 我们也会呢 这个发挥我们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专长 在发展冷电物流 空运物流 以及呢 金融电物流这一块呢 我们去助力 去发展 开发一些新的这个 这个业务 融入到这个香港的 这个发展当中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在筹划 布点在大湾期 开辟更多的这个网点 组织更多的这个业务 融入到香港发展行业中心的 这个事业中来 重点呢 是朝着这个行业物流 高附加值服务方向去 谋编布局 探索呢 符合国际航运中心 发展功能定位的业务 例如呢 国际邮轮啊 空运物流啊 个性化的客运服务等等 继续呢 深挖香港海岛油 和本地深度油的 极大的潜力 吸引了更多的游客来港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五周年 您在这个行业里面 应该是做了 也升登了差不多 三十年 超过三十年 对 那如果就让您 谈自己的切身体会 您在这个行业里面 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五年以来 这个行业的一个飞速的发展 您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始终没变的又是什么 对 最大的变化呢 是这个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对行业会带来一个促进作用 比如说交通发展方面 你看这个近年 这个交通基础事实的发展 是日行业役 那过去十多年的话 这个我们的这个高速船 发金运输是当时最时尚 最便捷一种这个交通方式 发展到今天有高铁了 那这个对这个行业呢 要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 也同时呢 这个对我们这个行业 也带来更大的挑战 你要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生存发展的话 必须要对我们的产品 进行一个更新换代 这样呢 才能够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选择 所以开始未来 还会有哪些新的领域 去布局有些什么伟大的构想 也请刘董给我们分享一下 海岛这一块 随着通关便捷之后 以后如果是能够实施 这个一地两检 从爬州直接可以去到长洲 去到这个南亚岛 去到这个大澳 那这样的话呢 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那边开船 来到这些海岛上 我们在海岛上建一批酒店 度假酒店 就使到这个内地的人 就可以来到这边来进行度假了 这个就跟什么高铁这些 就形成差异化 对 我是想呢 未来呢 是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的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 在筹划这个事 我们很期待呀 以后坐上东方蜘蛛 可能就直接就上岛了 对 эк Rac jak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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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